山茶花是一种多年生长绿植物 其种类繁多,拥有各种不同特性和花色 我们常见的山茶花有下列几种 茶树适用于制作茶叶的植物 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等 茶树的花朵通常是白色,具有淡淡的香气 但在茶树栽种中,重要的是其叶子,而不是花朵 日本山茶,非常受欢迎的山茶花种类 拥有多种花色,包括红色、粉红色、白色、紫色等 这种山茶花的花朵通常单半,但也有双半的品种 花旗多在冬季和早春,花朵芳香迷人 山茶油树,常见的山茶花 它的种子被用来榨取山茶油,一种食用油 这种山茶花的花朵通常是白色 花旗在秋季,但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油脂 而不是花朵 茶花,这是茶树的一个变种 主要在印度亚萨姆地区种植,用于制作阿萨姆红茶 类似于一般茶树,茶花的花朵通常是白色 并且更多关注其叶子的品质 苏铁花,开花较早且耐寒的山茶花品种 常见于秋季开花,它的花朵有各种花色 包括粉红色,白色,红色等 花瓣多数重叠,花朵较小,芳香 皇冠花,是一种山茶花,有类似王冠的花瓣排列 因此得名,花朵颜色多变 包括白色,粉红色,红色等 花旗在冬季,花朵具有淡淡的香气 不同的山茶花品种在花朵的形状 颜色和花旗上有所不同 使它们成为园艺和庭院装饰的理想选择 此外,山茶花的花朵也常被用于插花或制作香水 因此,它们具有美丽的外观和愉悦的芬芳哦 以上是山茶花的基本介绍